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在谈论当时有多少球队都急切地寻找一个后卫来当球队的领袖 而他们却愚蠢地错过了米歇尔 让他落到了第13顺位 不过事情在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疯狂 他在路易斯维尔大学时候的数据虽然不是那么抢眼但是也不错 大二是他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 他场局拿下15.6分 他那个时候是个投篮选择问题很大 讨阅贤的后卫 身材不够打真正的二后卫 但是有能力去主导比赛的球员 结果是 他惊人的六尺时的臂展和没缺陷的运动能力 让他填补了两方面中间的沟壑 他那让人无法信服的出手 更多是因为他周边的环境所造成 而不是比赛的 他对于比赛阅读能力不足 如果17年选秀重新再来一次 那么他被选做状元也不是不可能 作为一个尼克斯球尼 有一部分的我很开心 因为米切尔没来纽约 一部分是因为普朗克尼里基纳 是我最喜欢的法国球员之一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尼克斯内部混乱 都会让米切尔的爆发变成昙花一现 但是 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对于米球来说 他命中要来到爵士 并且很快地成为球队的门面 不论用任何的标准来衡量 他的菜鸟赛季都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米切尔的统治力和技巧 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让我们再看看进阶数据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事实 你知道吗 米切尔是历史上第三个作为新秀 在自己的前五场季后赛中单场都过20分的球员 而另外两名球员都成了名宿 他们是卡里姆 阿布杜尔 贾巴尔和卢哈德森 接下来 让我和你念叨 点你早就听腻了的事实 他带着这样的一支除了自己以外 没有真正进攻得分点的爵士队 场均拿下20.5分 运动战命中率43.7% 并且场均还能拿下3.7篮板 3.7助攻 1.5抢断 场均还能命中2.4个三分球 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西部 他的能量推着爵士队 得到了西部第五的位置 并且踏过了这样天赋异禀 经验充足的雷霆队 进入了西部半决赛 在整个联盟里都没有很多人能做到这样 更别提25岁以下的球员了 米切尔已经成为了一个明星球员了 并且就像很多人说的 他是真正的最佳新秀 尽管他错失了最佳新秀奖 但是鉴于他的实力 在我们的榜单上他荣获第六的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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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